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せん 屁啦 我剛剛已經講了 大家好 我們是 小本收索 沒錯 又到了我們的日本留學單元 沒錯 日本留學 大家都知道現在幾年 現在是3月 3月4月嘛 他們大概什麼時候要 如果要去日本升學 明年4月要入學的學生 大概什麼時候要報名 大部分都是夏天 7月8月9月報名 差不多 然後10月去面試 對 或比試 然後11月公布 對 所以呢 以7月8月為主的話 你現在還有剩多久可以準備日本升學的 升學考試 大學考試啊 一直有什麼 還有剩幾個月 3、4個月 對 3、4個月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講說 日本升學最重要的幾件事 沒錯 大家都知道 日本升學 第一個我們一定知道的是什麼 一定要有N2 還有一定要有N2 因為大部分的大學都需要N2 沒錯 你才可以報名喔 這是報名 門檻 同學們 對 不要再跟我說 你有N2有多厲害 大家都講N1的時候 你就知道痛了 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要日減成績 對 第二件很重要的成績也是什麼 英文成績 對 還有呢 第三個 我不要講英 英文成績我要保留 第二個是什麼 EJU成績 EJU成績也是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我們不是很多學生會來問我們先學的事情 對啊 然後有一些同學不是說信誓旦旦的 對 就說 欸這個XX名 真的很知名的大學喔 什麼XX大學 XX大學 他只要 260 240 250 你的EJU成績 嗯 然後他就說 老師你看我這樣考270 280 是不是很高 呵呵呵呵 真的笑了 呃 這 我剛才怎麼跟你說 對啦 你開心就好 呵呵 為什麼呢 那個只是報名成績 嗯 就是你有這個成績 才可以來報名 不是有這個成績 你就會錄取 沒錯 基本上 我們以一個通 通力啦 因為的確是有一些熱門科系 他要的分數會高一點 對 然後有一些冷門科系 他可能分數 因為人也少 嗯 所以他分數可能香味甜低 對 不過基本上 EJU 大概300到300EU左右 才有機會 你大概有300分 嗯 你才可以 就是什麼 台通頂修就夠了 呵呵呵 不然我都會脫下 哎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比較厲害的大學 所以你要報名 喊得出 大家都知道的那種 所以一般 嗯 一般人知道的日本大學的話 你大概是要 3 290以上 嗯 300是最好 對 好 再來呢 我們第一個是什麼 日文檢定成績 日文檢定成績 第二個是EJU成績 日文檢定成績 能N1就N1 對 不能N1 最少的就是N2 嗯 但不要以為N2有多了不起 因為大家都叫N1 對 EJU成績 千萬不要相信你們上面的入學院書 對 還有那個入學案內 嗯 案內書也不要信 那都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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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真的假的 什麼還寫多益600分的那種 多益600分 走道田講的就是你 走道田寫650 好像有一年寫650分多益 第二個是EJU成績 對 所以同學要進去好學校 麻煩就是EJU300分 嗯 你要以這個為合格目標 對 他滿分是400 嗯 第三個重點你剛才講的 我把你打插那個 第三個是什麼 英文成績 英文成績沒錯 我要講一個非常可怕的故事 好 我們曾經有一個學生 EJU 對 他考了350還是300高 喔 很高耶 相當高分喔 相當高 為什麼他可以考這麼高 因為他是混血兒 因為他是混血兒 所以他可以考很高 但重點來了 他落榜了 為什麼 英文成績 就是英文成績 所以有一些家長 他們會來諮詢的時候 會跟我們說 欸 這個 我小朋友日文多棒 N1 日文多棒 嗯 那英文呢 英文不重要 英文不重要 不是不重要啦 就是人家名校都要這個成績 對啊 畢竟人家東間大學 世界排名第24的大學 對啊 分享一下啦 假設啦 如果你今天要去日本升學大學研究所 研究所比較輕鬆一點 我今天不講研究所 因為研究所真的比較簡單 大學的部分 如果你要進去日本念大學的話 用留學生的方式 英文 波幅大概要幾分 90到100 嗯 90到100 90是不安全的數字 嗯 100分是比較安全 基本上你用100分 學校可以 比較挑的比較開心一點 嗯 那多益呢 知名大學 也都收多益成績 嗯 不要問 為什麼他們收多益呢 多益是日本人發明的 對 沒錯 哈哈哈 日本的全民英俊 多益要幾分呢 800 不對 900 900 沒有 多益沒有900 不要去報 哦 那有一些同學會報那個多益啊 雅思啊 對 那同學可以去考量就是多益100分 託福100分 多益900分 或雅思6.7 或6.5以上 大家去斟酌選擇 為什麼呢 因為託福很貴啊 嗯 7000多塊吧 好貴 好貴哦 而且在日本 是有專門開給留學生去的補習班哦 對 這專門的補習班是給 像我們這些外國人 要如果要去日本念書 嗯 補的補習班 所以第一個 日減 一隻一隻一隻 對 要過300 310 290到310啦 這是最安全標準 290真的 我也不是很 太低了 我 啊 哈哈哈 我要怎麼講 你知道 世界大學排名 第一名到第一百名 日本大學有幾間 五間 你怎麼知道 猜的 屁啦 我剛才跟你講的 第一名是誰呢 東京 第二名呢 東京大學第二名是誰 京都 京都大學 第三名呢 東京工業 東工大 第四名呢 大家也都不可思議 大阪大學 你看在世界排名 是有排到前幾的哦 大阪大學 第五名是誰 東北 對 所以同學有每次在接受 大阪大學 你們都一副不屑的樣子 你知道我們大阪大學可是 全球擺大耶 你想什麼 你排大都六十幾 哎 是不是 嗯 其他還有一百多兩百 嗯 你懂 可是同學們都覺得大阪大學很 很low 很low 你才low 哈哈哈 你才low你 就是你要去了解說你的對象 因為有一些同學都 哦我不知道為什麼 10個同學有9.9個都問得到底 9.9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也是這樣耶 看我不是說找稻田不好或什麼 而是他很有名就會造成 去考試的人都很厲害 真的 真的啊 人太多了 你倒不如去報那個大阪大貨東北 雨生節前就找稻田啦 他不帥 哈哈哈 雨生節前是用那個特殊名耳進去的 對啦 他是那個什麼運 哦對了 找稻田是可以的 各位觀眾們 如果你的身邊有比世界比賽 如果你有前三名 麻煩你來找我 找稻田是收你們的 哦 就特殊AO 特殊入學方式 還在那一隻語 還在那一隻語 再來就是英文成績 嗯 好英文成績也是很重要的 你們通常會輸 都是輸在英文成績 還有 太相信 入學院書上面寫的東西 嗯 就是最令人心痛的東西 對 很多同學去啊 就是去報名然後失敗 然後來 我們這邊有做那個什麼 留學見檢 對 就告訴你失敗的原因 嗯 因為畢竟我們在日本 也是開學校的 沒錯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 你們失敗的點在哪裡 沒錯 那一看有的時候 老師我這個 這個EG用很高啊 嗯 沒有很高啊 哪有 他只說要240耶 都考到280290 可是人家都繳300多分的 哈哈哈 因為在日本啊 我們學校跟學校之間 我們自己會有一個小小的群組 就是補習班之間 對 我們在日本的補習班 會有自己的群組 然後那個群組裡面都是說 我們今年有幾個學生 他用幾分進去的 嗯 然後你看完那個數字 都知道非常可怕 嗯 因為日本的榜單只會貼那個 嗯 誰錄取嘛 對 他不會說幾分幾分 嗯 可是我們 送文件進去的人 我們是知道的 嗯 這就是 一般很多人沒有跟你講的秘密 沒錯 最近疫情 疫情 如果你明年要去日本留學的同學 對 今年疫情 嗯 都沒有辦法去日本 對啊 然後連什麼都沒有 簽證啊 哦 是不是都沒有簽證 對啊 所以我們去年是發生了很幾個 好幾個慘案 慘案 就是不能去面試 唉 該怎麼說 他成績都會過 可是他沒有面試 就真的沒有 可是去不了啊 所以啊 就是 目前啊 我們只能說 想辦法 先拿到一張 有辦法進入日本的簽證 對 沒錯 我說的就是留學前 對 你可以先去報個語言學校 嗯 先放在身上 嗯 比如說10月 先放在身上 比如說報個 語言學校 然後7月可以入學的那一種 嗯 因為那一張簽證可以放多久 6個月 現在可以放6個月 對 比如說7、8、9、10、11、12 對 那你是不是可以 逃過 就是假設他要面試 對 你是可以入境 對 如果不面試呢 你會損失什麼 就是報名的報名費而已 嗯 所以很多聰明的同學 他們就會先計畫 他會問一下老師說 老師那今年要注意的事情是什麼 對 沒錯 就是你們的簽證 對 很多學校 然後同學就很天才 說 他們為什麼不網路面試呢 我想知道為什麼 他就不要啊 學校沒開 學校就不要網路面試啊 嗯 我也沒辦法 好啦 大家努力喔 沒錯 只要要考大學的同學 一定不懂的 下面留言留起來 留起來 想要問什麼 我能回答我就回答 嗯 有一些我真的沒辦法幫上忙 譬如說簽證 我真的沒辦法幫上忙 嗯 好啦 希望大家都多多努力喔 沒錯 然後每次最後都要跟大家講什麼 請大家訂閱 按讚 按讚 小鈴鐺 訂閱 按讚 小鈴鐺 這一集 MAYA竟然講到23分鐘 太誇張了 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 訂閱我們喔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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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